業者透過網路直播販售商品 COVID-19疫情嚴峻 市集跟展售活動統統停擺 像是台南市原住民創意中心 創新育成輔導計畫輔導的原民業者 幾乎都是靠涉灘或是網路為主 疫情衝擊下沒有固定店面 連開業的機會都沒有 對此 台南市原民會表示 鼓勵文創業者透過電商或社群 媒體團購維持收益 但由於食品業牽涉到冷凍包裝等技術 目前正謹速輔導協助產品開發 畢竟我們的業者要符合到可以去做冷凍 或者是做生鮮食材的一個規定 其實還有一些程序包含像檢驗的部分 還有包裝的標示成分來源等等 那目前的狀況我們還是會先 依附到他們完成這些準備的一些工作為主 三級警戒延長 業者探連端午商機也泡湯 目前只能透過網路銷售維持收入 但這波疫情導致的景氣寒冬恐怕需要一段時間 才能恢復 原來新聞大部台南市採訪報導 請問我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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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 感谢观看